我们在宁夏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我岁数也不小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结婚了 但是他家里不同意 他是个急性的 总逼着我跟家里去争取 但这种事情不是着急就可以解决的 我总想尝试着解决问题 那总不能我们俩谁都不去想着解决吧 他却觉得我逼他逼得太紧了 我瞒着家里人跟他来到了北京 这难道还没有表示我的决心吗 一步步逼我逼得这么紧 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已经动摇跟我在一起的决心了 我特别害怕会失去他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陈28岁来自宁夏 是一名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陈22岁 同样来自宁夏 也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是在一个地方工作是吧 是的 同事是吧 是的 谈恋爱多久了 有一年半了 怎么了呢小伙子 这样的 我是特别想着急结婚 主要现在他们家里人是不同意的 他呢就是一直在磨 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好像没有安全感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为什么着急结婚呢 因为我28岁了 我是单亲家庭 独生子 我妈是在北京 我爹是在宁夏 那我爹的呢 因为也身体原因 就情况不是特别好 就是过一天少一天的日子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爹已经患肾了 已经患十年 但医生说这肾只能活十年 他现在已经活十三年了 而呢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 因为我奶奶也快八十了 我还是家里的大孙子 所以说我就是 真的就是有点着急了 这样了 咋就不想嫁呢 是觉得感情还没到吗 姑娘 不是感情还没到 是因为我们家里现在人不同意 说是她是父母离异 不请患有重病嘛 妈怕我嫁过去之后 又是受苦又是受累的 还怕我负担一些不行 一些费用这一类的 我妈是担心我 那你自己是个啥态度呢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本来呢是我跟她是偷人来北京 你们去北京干嘛 说实话 因为他们家就是选我们家 因为我已经去过他们家了 他们家就嫌我们家的交通条件不怎么样 好 完了我这不在努力奋斗呢吗 就你们俩一起到了北京了 对 那你还招什么急啊 小样 接着说 她这个电话给我哥打了过去 谁给你哥打 就她 你给人哥打电话干啥呢吗 我跟她哥想商量一下 让她看看哥是什么意见 因为我想让她哥也知道 她现在不跟我在宁夏 跟我在北京 她就给我哥一说 结果我哥 跟我们父母说了 现在是他们最近就是 天天给我打电话 去让我回去 回宁夏 对 你们现在在北京怎么样 你有工作 你有吗 我暂时还在寻找 还在寻找工作 对 你们俩那感情好吗 还行吧 最近一年半了 就是因为一年半 所以你说还行是吧姑娘 感觉还凑合 最近有些事也经历过了 经历过什么呢 她之前在宁夏 不是上工作吗 她是 她那次优牌没带 让我给她送去 结果我就拖 不过性子比较慢 拖的时间可能有点久吧 她给我急了 你还说呢 完了我让你二十分钟送来 最后她一个小时 给我送来的 她每次都是因为她这些 就是说她的一个慢性子 完了呢 就是很拖延 就是事情 完了感觉就让我现在 我感觉我心里好都没底 我就害怕我们这个爱情 会不会被她这个慢性子 给拖黄了